來,要開始喔 這個我們用高解析度的剛好看到 剛才你有做這個噴墓硬錶機 這是什麼東西? 那個是低錠筒 低錠筒,所以就是剛才這個東西嘛 所以你就說裡面有什麼元素 它在欠什麼,它就會自動在裡面收入這樣嗎? 對對對 它就放什麼元素,可以方便給它淘寬一下 一般的粉蓋也可以去夾 大概是這個樣子 這應該是電池的變化器嗎? 對,電池 裡面是不是還這麼複雜呢? 對 那這個,那切聽器是什麼? 那個是照浪的控制器 照浪控制器,所以這裏照說應該是我們很高檔的 東西怎麼卡在那邊吃的? 這個設備滿齊全的 對啊 這是在電池裡面還做的嗎? 對對對,待會把它放好看 所以你剛才的專業就是配這種東西 讓它看得很系統性 對 對 對 到時候整理好就不會看得到線 喔,它還會蓋起來 對 那你像這個,這是1.2的還是1米的? 1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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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白質是兩種 後面那個是廢食筒 廢食筒是什麼東西 那是養珊瑚鋼才會用到的一個設備 這就是蛋白質嘛 這白米我第一次看過這種東西 但是這個衛星座這樣一間可以動嗎 大約一個月 所以一個月就要換一間裡面了 好 這邊就是我們要放我們的綠材 不是那個是補水缸 補水缸 會放補水 那就是你像我這樣設計起來 你一些那些 他們都會放一些那些山湖 山湖缸沒那麼需要 所以不同的需求 所以他這是要做黑鋼還是山湖缸 山湖缸 山湖缸就像那樣嗎 對啊對啊 他這邊也會放一點綠材 對 也會放 不會很多 因為剛才來這裡 買魚丁剛才看老闆這組 人家就有來說可能這組要破崖 因為他就是有設備 有一些東西 海水的東西設備 就是會一直燒一直燒 你知道嗎 那就是 但是我一天開一次 鋸起來是看也鬆鬆的 那這魚缸它是有夾身的 我看魚丁裡面可能有兩串 青島可能有兩串 因為它橋會切有半 兩串 那這都用四串 這管道這可能六十公分 目測是這樣 好啦 大概就是剛好來這邊 老闆在訂做這個魚缸配線 也是把它分享給同學 去做一個讚 我剛才想記得裡面 怎麼有在裂廟機的那個 裡面裂廟機的鋼 剛才那邊還有一個定時器 這個馬達 馬達費石筒的控制器 蛋白的 但是你這家有在用UPS 啊 嗯 有需要也是可以 對啊 因為那如果沒有規矩 萬不及跳電 這是最怕的 是這樣而已 是啊 好 好 我們宜燈結帳 我們準備要回去啦 好 謝謝這個蘭東的老闆 拜拜